这不是我以前看到的那个炙手可热的楼盘 吴岳学府吗 对面就是什么实验中学 当初可是什么一房难求 都六年七年过去了 看上去很荒凉的样子 我在下高铁后 在更近的车程半小时内 定位到南湖区有一家全魔童烤点 并且它隔壁就是南湖区车管所 南湖区又是嘉兴最好的区 那么靠谱度一定很高 于是我临时改变计划 来到这家烤点兼驾校 并且在车管所办理驾照转入业务 一举两得 来这里是报名摩托车的吗 对对对 大家跟你们一起 以为是马屋面第一次来不知道 是马屋面第一次找启麦 这么多灯 这就是乱区来临乱周 couple电视 cast 要绕这么大一圈吗 我们也第一次 我确定以及肯定明天就可以考试 然后今天下午就是在这个场地 练车加模拟上海被坑的小伙伴们 算了 除非你们是跟我一样 时间比较能够自己控制 我昨天跟我几个小伙伴 考过的或者没考过的都在聊 反正上海挺坑的 而且也没有冤枉 一个家教 也不要把责任推给其他什么黄牛 皮包公司 挂靠公司 整个上海 我相信没有60% 有超过一半的几率 就这种混乱的情况 而且是行业的人都知道的 让我们平民去踩这个坑 浪费时间 浪费我一个月的时间 本来两天三天就可以考出来的东西 我去 我本来上个月应该都可以 考完或者拿到证 或者说至少上旬就可以按照我原来的计划 现在可能我都已经买到我自己的摩托车了 生气 把我的那个驾照 从上海迁过来 这个流程也不是很麻烦的事情 先回去也不麻烦 因为先回去 我已经跟上海那边的官方机构 有跟他们核实一下整个流程 可以 用完美的东西 沂夜 你可以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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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陰 宁铃天梨路线 正在为你重新规划 诶 食堂 笑死 哎呀 我还走了他一个侧门 没有走 他们这门 他这里拍照免费 我要回去出视频 我要好好吐槽一下上海了 上海真的是太落后了 上海你好意思吗 你在这里拍照体检 全自动画一体式免费 而且他车管所和练车 考试的场地是一个场地 有猫女的话立刻过来举报了 而且他现场有个很大的一拉宝 提醒大家注意各种防坑 还有黄牛什么的 全自租免费 先刷生动剑 好 拿到了 谢谢 天哪 不知道拍出来什么样子 那么风尘扑扑的过来 啊 嘴巴没闭合 哎呀 什么意思啊 嘴巴没闭合 笑了一下 笑了一下 嗯 嘴巴要闭合的 好 点开掉眼睛 请往后靠 坐直升体 中间自然水平 双低头 点减层 全方镜头 全向检测中 先保持无动 开始拍照 3 2 1 好 不知道可不可以这一次 这么智能 身份证导览台取号 然后我在这里等待 上海怎么回事 这才是我想象当中的中国大城市的办事效率 还记得呢 触屏全自住 半自住 10块钱 我的天哪 我付完款收到短信 我马上他就让我来取证了 这太快了吧 这里还有免费农役提供点的 想的还挺周到的 是好了吗 我的天这个效率太高了 他们8点半上班 5分钟全部完成 整个费用 10块钱 就是最后制造的一个费用 而且他们的服务态度也特别的好 不是说那种就特别要对你笑那种 其实很严肃 但是他们的处理流程 就是很有效率 很有规则 好现在就去旁边的练习地加考试地 报名 有些顺利 这次要再跨了 我也不能再抹上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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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